朋友早安 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48分 我是杨倩文 首先带您关心的就是国际上的最新消息 在墨西哥的首都近郊的坡坡卡特佩特火山 近期活动加剧出现了一系列规模相对较小 不过威力依旧相当惊人的爆发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的正是这座世界上最受到严密监控的火山之一 同时也是墨西哥第二高的火山 不断地喷出有毒的浓烟 火山灰还有炙热的盐块等等 促使当地的官员因为这火山灰的掉落问题 还暂停了22个乡镇学校的课程 超过有10万名的学生因此受到了影响 而另外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也得暂时来关闭 导致有众多的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 大量的游客受困超过了5个小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出席 search 它的属性 表示下载TVBS新闻网 gentlemen